鑰匙 鑰匙在脚踏墊下面 我在阁楼 医生要我多休息别乱动 亚伯又叫我不要开店 就真麻烦你自己上来了 你头还会晕 还会想吐吗 已经好多了 那你随便做吧 我问你 跟朱儿的绯闻 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当然是赶快跟外界 成绩比较好 跟大家说我跟他没有暧昧 只是单纯的工作伙伴 真的 赶快让我恢复正常的生活 总不能让我一直躲在上面 不下去开店吧 你们有想好什么时候发信用稿吗 还是有要开什么澄清记者会 有没有需要我配合露脸啊 如果 我是说如果 我们暂时 先不要去澄清这件事的话 也许会比较好 为什么啊 这样不就等于默认我跟朱儿之间 真的有什么吗 也不完全是 也不完全是 就 就留给大家一个想象的空间嘛 我懂了 所以这个绯闻 还有被拍到的照片 全部都是你们辛华一手安排的宣传吗 不是 我们跟你一样完全不知道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 可是外界对你跟朱儿的绯闻 现在评价都很正面 而且你知道吗 网友已经从批评新运动 变成期待新运动 我们好不容易 从摔倒事件中脱身了 所以 有了这些好处 你们就要我继续配合你们炒作绯闻吗 我继续的诚实你们得到利益 也许事情没有想象中这么严重 辛华不会要你出来说什么 只是 希望你暂时先不要去否认就好了 不要一直讲辛华了 那你呢 你真的觉得这样可以 我们不是说好要把工作跟感情分开吗 呃 你 你就当作是演一场戏 只要我们自己知道不是真的就好 现在发表会不办 你只要配合跟朱儿出席几场活动 还有一起合拍围电影 就这样 忍一下很快就过去 没有那么困难的 是啊 并不困难啊 反正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你也是顾我演讲的男朋友吗 我也接了啊 既然那时候可以 现在也没什么不可以的啊 那还不如就 重新归零吧 回到那个时候 我跟你就只是雇佣的关系 不是男女朋友 不是男女朋友 你一定要这么意气用事吗 要工作跟感情分开也是你先说的 现在我这么做你又要怪我 而且我已经跟你解释了这么多不得已的苦衷 你还是不能体谅我吗 文琴 我们的观念真的不一样 你很有野心 你为了成功可以不顾一切 但我不行 我喜欢的是简单跟平淡 这不是你或者是我的错 如果我们两个还要再继续打感情的话 一定还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那还不如就 到此为止吧 乔凡 如果你是我女朋友 很抱歉 这个绯闻戏我真的演不下去 但如果你是我老板 你是就好解决 共事共办吗 这种间医生要我多休息 如果没什么事情的话 请离开吧 并遗门 辑 fellow 他也想要他 我 keinen遜 不知道 隐性能 也想要他 平洋的lsva 这是你 不想要你 也不想你 好想再见 再一次拥抱那从前 我们会再见 见面就不要说再见 再看一眼 你已经改变 爱画下句点 我想 让世界里主有你的昨天 好想要再见 回到相识的咖啡店 再练习几遍 好好的学会再见 谁也不见 也不用对我说抱歉 明天也许会再见 好好的 我没想说的美心话 一颗屋檐下今天还好吧 平在流浪眼泪流下 别再忧郁天亮慢慢走回家 两人一起在那屋檐下